- 放掉了 放掉了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蘋果這趟測 我是志佳 我手上這杯就是最近炒得超級兇的珍珠奶茶 因為大家都說 真奶就是要用塑膠吸管喝最對味 但是如果有一天 塑膠吸管不見了 變成不鏽鋼吸管 竹吸管 玻璃吸管 矽膠吸管 還有湯匙 會怎麼樣呢 我們去路上找大家試試看吧 想要請幫我們試一下 先用一般的塑膠吸管 一般的吸管 很好吃啊 你們常喝珍奶嗎 常喝珍奶跟常喝奶茶 所以有專業到 我非常愛喝奶茶 感覺就很難吸 我為了不說這個其實是好吸的 但是它 會有竹子的味道 感覺好像是在喝彈木珍珠奶茶的感覺 就是會有彈香味 它會比較用力啦 然後可能珍珠會比較惋惜到 因為我是一般的喜歡喝奶茶的人 應該會不太喜歡 因為你可能喝奶茶 只能喝到上面 那可能就是上班都來不及了 還要在那邊 這種湯汁跟這個啊 就是要 你知道喝下午茶的時候 要拿來吃喝平茶 那走在路上 誰會平常拿一個包包 然後拿一個吸管 然後這樣慢慢喝 我看 電源不生氣 可能路上的人都不伴你白眼吧 這個 這個就是平常你知道 小學老師秀人的那種感覺 那種打人的那種 很痛的那種 這個怎麼吸啊 確定要吸看幹嘛 這真的叫矽膠吸管 最難吸 口感最差就是它了 這個會中毒吧 因為這個吸家長可能會擔憂 小朋友就是身體健康 所以這樣綜合起來 你們覺得爽感度有好差 因為有人說 用塑膠吸管喝起來是最爽的 應該是說這個是最方便 最順口 但是它是最不方便 就是比較方便 對對對 我會選 鐵跟玻璃 但是以安全性 我會以鐵為主 不要換你 你覺得呢 我也是一樣這個 先請你幫我用塑膠 最常用的東西喝喝看 因為我沒拆欸 而且我比較喜歡這個 你會比較喜歡這個 怎麼說 因為這個會一直咬 你會咬吸管 所以你覺得可以改掉你的壞習慣了 所以你覺得可以改掉你的壞習慣了 因為我感覺要喝得快重 因為會有個感覺 感覺自己 沒有吸感覺 你覺得這幾個 這幾個喝起來口感有差很多嗎 就這個 就感覺要喝那個 塑膠的味道 就剛喝起來 就喝起來 它就軟趴趴 其實是黃的很怪 所以你最喜歡的是哪一款 最好喝的 無縱剛性 我今天就幫大家來試喝看看 講講口感 它是有一種那種很乾 真的就是乾乾的感覺 然後因為它的吸管就是 不是那麼好吸 然後會有一種 有種真的像是竹子 在吃那個竹子的味道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水管 塑膠味真的就是像民眾說的那樣 比較重 然後就 不是那麼OK 總歸起來發現是竹吸管還有這個矽膠吸管喝起來味道最怪 所以今天的夯測就到這邊結束 大家可以試試看喔 掰掰